出席 不过却被中国代表团刁难 要求要改为中国台湾 还被呛下说 台湾电影想不想进入大陆市场 主办单位是要求两团来自行协调 结果最后双方都缺席了星光大道 还有开幕展 你是中国台湾吗 我美国台湾 我不是 你是中国人吗 我是台湾人 你是中国人 你们不要因为人多世众 那就要我去我 我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及我 中国代表团将我方新闻局电影处长 陈志宽团团围住 硬是要我方在东京影展参展的名称上 从台湾改为中国台湾 台湾省电影代表团 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不是来自任何一个国家 而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台湾地区 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可退让的原因 带头的这一位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江萍还呛声说 台湾电影还想不想进军 大陆市场呢 对方的恶劣行进 主办单位希望双方自行协调 但是我方坚持立场 国际影展 我们参加那么多坎城影展 柏林影展 都没有把政治解录 两样的问题当然很复杂 我们也知道 但是为什么要把政治的问题 带到文化来 带到电影来呢 两样为了名称问题 讲耻不下 导致影展前的星光大道和开幕典礼 双方都错过了 而专程从台湾赶来 准备出席走星光大道的阮京天 徐若萱和张军令 低调不愿意多做回应 最后只有台湾的演员 陈柏林 因为演出大陆电影 观音山 顺利随剧组 踏上星光大道 而这一次的口角纠纷 也是两岸电影人 首度在东京影展冲突 记者宣胜芳东京报道